- 热火医学堂,台湾好健康,大家好,我是雯瑋婷 我们从小到大都要去看牙科 那多多少少呢就会遇到因为蛀牙必须要做根管治疗的经验 也就是俗称的抽神经 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治疗过程当中 医师会一直对着我们俩是又钻又磨 感觉真的很恐怖也不太舒服 而且整个疗程你要回整好多次哦 好不容易结束之后呢也不是一劳容易的 有些人可能会因为牙齿变得比较黑一点点 所以必须要装上牙套来保护 又有的人是过一阵子又突然痛起来了 到底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台北医学大学附学院 牙髓病科的林欣宇医师 大家好 首先我们要问一下林欣宇医师这个根管治疗 跟抽神经有两种说法 这是一样的吗 还是它们有什么不同 我们牙齿啊 其实我们最外层大家都知道是伐狼值嘛 那比较中间的地方是象牙齿 那最内层地方其实有一个空腔 这个空腔就是我们所谓的根管 那大家所俗称的抽神经的神经 其实就是位在这个根管里面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那我根管治疗是不是就是把神经抽掉就好呢 那其实根管治疗它主要会需要治疗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可能是蛀牙或是外伤 造成你的细菌进入到你的随腔也就是神经管里面 那造成随腔感染的牙齿可能就是会痛或不舒服 那我们需要藉由根管治疗 来去除这个根管里面所有的感染 让牙齿周围的组织恢复健康 让牙齿可以行使正常的功能 那抽神经其实只是根管治疗里面的其中一个小步骤而已 那如果有蛀牙的话 我一定要做根管治疗吗 还是我补一补就好了呢 如果说是蛀牙的话 那如果说蛀牙范围不深也没有任何症状 范围没有很大的话 我们其实原本确实是可以以树脂做单纯的填补就好 但今天如果你的蛀牙范围很大 甚至影响到神经的健康造成神经的感染的话 如果说不把神经做处理做根管治疗的话 已经发现感染的牙髓可能会造成就是这个牙齿疼痛或是肿胀 那甚至会造成骨头的吸收跟发炎 那这就是原本健康的牙齿长讲 那如果说因为你有蛀牙或外伤 看这些细菌进入到这个神经管里面 那如果说不做进一步的处理的话 可能会造成根间的骨头 产生严重的发炎跟吸收 那看到这颗因为是根管没有做妥善处理的牙齿 可以看到周围的骨头有一个严重的广泛的发炎跟吸收 那病患本人其实也是有疼痛跟肿胀的状况 是会变成蜂窝性组织炎吗 如果说比较严重的感染状况 确实有可能会导致蜂窝性组织炎的产生 对 医师因为大家都很怕看牙齿 所以就很容易变成这种状况 你的门诊上面有没有遇过类似的状况 帮我们聊一下 然后让大家知道 前晚不要错过治疗时机 对就是其实是 比较常见的是可能病患他一直有牙齿疼痛不舒服的状况 那可能因为害怕或者说没有空来就诊 那常常会接到的是可能半夜挂急诊状况 就是他很牙齿整个疼痛起来 早知蜂窝性组织炎整个脸也肿起来 他甚至还伴随发烧的状况 那这样其实比较严重感染状况其实是蛮危险的 所以说如果有不舒服或是需要做更晚治疗的话 我们一定要提早来就医 不要等到已经整个肿起来之后才来就医 对 所以通常什么样的状况下我们就要去救营那是有点微痛就要去吗 还是可能肿胀了 帮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已经觉得牙齿吃冰的吃热的已经有一点敏感不舒服的症状 甚至不吃冰的不吃热的 就会有自发性疼痛的状况 有些更严重一点的病患是睡觉是痛到睡不着 那这个在肿胀之前就有可能会发生 那发现这样的状况的话 其实我们不应该吃掉忍耐 应该要尽早去救诊 那等到在肿胀再来的时候 其实都是已经有一点紧急的状况了 你是有想问一下 因为在根管治疗的时候啊 我们都看不见嘛 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 医生一直在磨我们的牙齿 所以这个治疗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我们治疗的时候啊 其实一开始我们其实有蛮多反复的步骤了 我们一开始通常会先试打麻药 试情况 那再来的话我们会装设一个防湿的橡皮帐 就是会治疗的时候 有一像绿色的橡皮布这样照在嘴巴上 那很多病患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治疗牙齿 我要放一个像鱼翼的东西盖在我的牙齿跟我的脸上 那其实这个防湿的橡皮帐 它主要目的是为了隔绝我们治疗的牙齿 跟我们口腔中的其他组织 那为什么要把它隔绝起来呢 因为你想我们牙齿这么小 那我刚刚前面有说 神经管其实是位于牙齿最中心的部分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很细小的器械 才有办法处理到这个神经管 那这么细小的器械 如果说不小心掉到病患的口腔里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用这个橡皮布 就可以防止这个异物吞入的问题 过程中会用一些杀菌力比较高的药水 那这些药水如果有这个防湿的橡皮帐格局的话 也比较不容易跑到病患的口腔里 刺激病患的口腔的组织 那最后就是我们根管治疗 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经管清得很干净彻底 那但是我们其实口腔里面的口水 都有很多不同的细菌在里面 那如果放这个防湿的橡皮帐的话 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个细菌 再跑到我们的根管里面 污染明清干净的根管 医生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根管治疗要这么多次 因为我们平常去补个牙洗个牙 就是单次就可以解决东西 为什么根管治疗有时候要去个三次四次 然后还要隔一段时间再去 我们根管治疗其实主要一开始 会先做随腔开阔的动作 那也就是主持人所谓的摸牙齿 那随腔开阔的目的是因为 我之前有说我们的神经管 其实是位在牙齿最内层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根管治疗之前 我们必须要以高速手机去除部分的尺质 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尺质 可能是一些比较大田补物 或是说原本的蛀牙等等 去除之后我们才可以接近到 牙齿最内层中心的神经管 那这时候我们会再搭配一些 特殊的器械跟冲洗的药水 把神经管整个清洁干净之后 会致放一些杀菌的药物 那确定病患都没有症状 发炎都已经改善之后 我们再用材料把神经管封填起来 进入到后续填补或厌妇的阶段 那其实它整个手续跟过程是非常繁复的 那也要搭配病患的症状来做评估 那有一些牙齿是一个牙根 但有一些牙齿可能有三个牙根 甚至有四到五个神经管 那一次的疗程 其实如果说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治疗完成的话 那病患可能要躺在椅子上张口 非常长时间 那病患可能会非常疲劳 然后再来是有一些病患 他其实本身发炎的状况比较严重 我们会需要放置一些杀菌的药物 在神经管里面 让这个病患自己的免疫 去把这个发炎慢慢的缓解下来 那确定病患的症状跟发炎都已经缓解之后 才适合做最后一步的丰田的处理 因为很多病患他们真的很爬同 就像我也是每次去看牙齿齿 我都会跟医生讲说 医生帮我涂那个草莓口味的东西 就如果到底现在我们有什么方法 是可以让我们感觉不要那么不舒服 如果我们要做根管治疗的话 那其实根管治疗当中 确实是因为一些器械的刺激 或是说药水的刺激 可能会造成根间的牙齿 有一点敏感或不舒服的症状 那其实在治疗中间 我们都可以先涂表面麻醉 再施打麻药 可以大为减低病患在就诊当中 所感受到的不适 那治疗完之后 如果说病患觉得疼痛的话 我们其实都会开 就是止痛药的部分 那如果说有一些急性感染 或是有感染的可能的病患 我们可能甚至会服移抗生素的 就是建议他服用抗生素这样子 医生那想问一下就是 最后的步骤好像要制作牙套 那有听说一些人是 医生先帮他做一个临时的牙套保护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懒得回去 换真正牙套了 如果你不去换真正牙套 会有差吗 临时牙套啊 它其实它的材质主要是树脂 大概短期之内确实可以提供 跟晚治疗当中的牙齿 一个蛮不错的保护 那它颜色其实也算是牙齿的颜色 那只不过呢 因为它的材质并不是说 像正式的假牙酿式陶瓷 或是金属构成 它其实强度上跟耐用度上 没有办法跟正式的牙套做相比 那它的里面所用的黏胶 也是暂时的黏胶 所以它久了之后 其实可能会有松脱 或是断裂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治疗完之后 我们还是会需要做一个正式的牙套 第一个是让它的持久度比较好 强度比较强比较耐有 耐咬 然后它的颜色跟形状 也会比较接近我们自然的牙齿 你要说那个形状跟颜色 但是有些人是治疗完之后 它的牙齿会变得灰灰的 然后大家就会很不好意思张开口 所以为什么会变成灰灰的 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 跟管治疗之后的牙齿 确实是有可能会有变色的状况 这个原因主要是在治疗之前 可能因为神经管的那里出血或是感染 造成就是尺质的变色 那这样子的状况在治疗完之后 如果说病患还是很介意 这个颜色改变的部分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以尺内漂白 或是说刚刚提到的牙套来去做处理 牙套 你说重新再装个牙套吗 重新装一个就是 可能像陶瓷啊 接近牙齿颜色的牙套 去把原本变色的尺质遮盖过去 你说我想问一下 就是跟管治疗 它一定要做牙套吗 还是说其实跟管治疗完 我是可以用它可以用一辈子的 那如果不做牙套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其实跟管治疗跟牙套 并没有绝对的关联性 主要还是要看 这个牙齿原本持质的状况 但是因为通常会需要做跟管治疗的牙齿 它可能都是因为有外伤 牙齿断掉了 或者说很大范围的蛀牙 导致细菌进入到牙齿正中心的随腔里面 那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持质的原本的条件 就已经比较不好了 跟管治疗完会希望做牙套 把它保护起来 可以增加使用的年限 但如果今天你的蛀牙范围非常非常的小 没有说破坏到太多尺值 是没有一定要做牙套 不过也是要看每个病患 他个人例如说咬合的状况 或使用状况来去做进一步的评估 那医师还要问 就有一些案例 他们是蛀牙抽过神经后 牙齿当然就比较不痛了 也是不会痛了 但是过几年之后 它又开始痛起来了 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牙齿我们不是已经没有神经了吗 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我刚刚最前面有提到 神经其实是位于牙齿最中间的神经管里面的一个软组织 虽然说我们跟管治疗当中会把那个神经完全的移除 但我们不要忘记了 其实牙齿是位在我们的骨头跟亚洲组织里面的 这些骨头跟亚洲组织都还有我们自己的神经 所以虽然你牙齿里面的神经已经拿掉了 但如果你的牙齿的牙齿周围的骨头还有感染或是发炎的状况的话 牙齿还是有疼痛的可能 就还是听医生的话就好了 时间内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在下一段节目当中医师会再告诉我们有哪些不用拔牙的治疗方式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乐和威医学堂 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林医师已经跟我们介绍了什么是根管治疗 可是我们要请问医师的是如果根管治疗你也做了牙套你也装了 但是你发现牙齿还是有问题 再来是不是就一定要拔掉它了呢? 那如果说我们在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状况 比较复杂的神经管 因为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清洁 把这个根管系统清洁的很完整的话 那以往我们可能真的就只能考虑拔牙或是做牙桥或是说止牙 但是现在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较新的机器叫做牙科专用的显微镜 它可以提供一个放大跟比较高强度的一个照明 我们还可以搭配显微镜专本的超音波器械 那针对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其实就可以帮它做显微跟管治疗 把它这个整个情势逆转过来 让它变成从需要拔牙变成不用拔牙 那这个显微镜的部分其实也可以有效提高治疗成功率跟治疗的效率 因为这个东西显微跟管治疗啊 这是所有的患者都适用吗 就是从小到大都可以用吗 基本上只要病患它的身体状况或是说行为是可以配合的话 其实是都可以使用的这样子 听起来这么棒的话大家就会想要问说 这个费用的问题会不会很高昂呢 那显微跟管治疗的部分的话 其实它的费用会依每个牙齿它的根管的复杂程度 甚至是齿位而有所不同 不过它的费用加总起来一定是比你一颗指牙来的低的 因为指牙真的很贵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医师就是 这个显微镜的应用好像也不止在根管治疗上面 现在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用到这个的 其实显微跟管治疗它的适应症范围非常的广 那我们常遇到例如说跟管的穿孔啊 或是说神经管有堵塞的状况或是钙化的状况 那或者是说可能神经管在比较跟健的地方分岔 我们关用肉眼其实很难去做一个很妥适的处理 像这样子比较困难的复杂的根管系统 我们会很建议病患用显微镜来辅助治疗 是不是在牙齿齿裂上面也有帮助 因为有时候我们用X光法案也是照不出来 我们如果说要在肉眼或是说X光片上就可以看到 这个牙齿有裂痕的话 那其实这个牙齿必须已经是裂到几乎完全劈开 才可以在X光片或是肉眼看到 但是通常病患在裂齿发生的很初期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症状 那现在我们有这个显微镜的话 我们就可以提早去发现 因为我们显微镜是一个放大倍率很高的器械 我们就可以提早去发现说 这个牙齿里面其实是有裂痕的状况 避免病患一直跑很多次来做一些比较无谓的治疗这样子 对 为什么我们会有裂齿这样的状况啊 因为我们现在人可能比较喜欢吃硬的东西 例如说像坚果啊瓜子或者是说甲壳类等等 那这种比较硬的东西其实对于牙齿的承受力量来说 其实是有点超乎牙齿能承受的负荷 所以有些人又可能他原本牙齿就已经有比较大范围的蛀牙 或者是说大范围的填补 牙齿本身的状况就有比较脆弱了 那你又在咬到这些比较硬的食物 那其实就有可能造成牙齿会有裂齿的状况发生 我想要回味一下这跟根管治疗有没有关系 因为有些人讲到说如果你根管治疗完之后 你没有神经了所以你牙齿会比较脆弱 就反而是你真的不能去吃甘蔗这种东西 其实根管治疗本身的裂齿并没有完全直接的关系 主要是因为我之前提到的 会根管治疗的牙齿通常都是因为有大范围的蛀牙 或是大范围的填补造成神经受到感染 那牙齿本身的条件就已经变得比较不好了 那再加上根管治疗当然有可能会造成整个牙齿的状况是比较脆弱 所以才会需要说根管治疗完再做个牙套来保护起来 那再回问到X光部分 为什么以前X光是没有办法照到一些裂齿的啊 因为X光片它其实本身解析度的关系 然后还有加上裂痕大小的关系 裂痕必须要大到整个牙齿已经几乎有一点分开了 X光片才有办法明确精准的照射出来 那如果说裂痕还在很初期还没有裂很开的时候 其实X光片上可能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所以如果是我今天去看牙医的话 我可以直接说帮我照纤维吗 如果说病患例如说很常是诊所转诊来 说例如说他怀疑有裂齿希望我们用血维菌诊断 或是说根管有钙化的状况 或是有毒色物的状况 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就可以帮病患安排血维菌的治疗 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还有个症状也能应诱到血维菌 牙齿还没有完全发育完成的牙齿身上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牙齿其实生长完之后 应该是到牙根的最根间 那根管的原本的空腔其实是很狭窄 但如果说今天你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牙齿受到细菌感染 它可能就停止生长 牙齿就短短的 那牙齿管壁又很宽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当这个病患长大之后 那个牙齿就会很容易有脆裂 或者说断裂的问题 所以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以显微镜治疗 然后搭配一些特殊的材料 我们去诱导这个牙齿的神经管 继续往下生长 增加它的强度跟耐咬的力量 那它其实这个牙齿 它本身的愈后就会增加 这个牙髓坏死是 为什么会牙髓坏死 是因为你刚刚讲到的是 小时候没有好好照顾 所以导致长大之外呢 还有没有别的方式 就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牙髓坏死 我们要特别小心的 通常牙髓坏死的原因 主要就是细菌进入到牙齿 最内层的这个神经管 影响到这个神经的健康 那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原因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外伤或者是说取齿 比较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这两个 那造成原本牙齿最外层的 法郎脂跟象牙齿是要破坏 细菌跑进去 那就会影响到牙髓的健康 造成牙髓坏死 外伤是指 就是我可能吃很硬的东西 裂堪那就是外伤吗 还是说我不刷牙也会可能有牙髓 或害死的状况 外伤主要会是指说 像咬的东西咬到太硬的 然后牙齿崩掉 或是说小朋友可能 玩玩游戏的时候跌倒去撞到 或是被人家打到 那造成牙齿断裂 这是我们比较说的外伤的部分 那因为外伤可能撞击力道很大 就有可能造成牙齿的齿直的崩落 细菌就有可能会跑进去 最内层的神经管里面造成神经的影响 这样子 那一般刷牙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见到的是 比较常见反而是刷号的问题 那如果你刷太大力的话 造成牙齿的表面被破坏太多 也有一小部分病原会因此而造成牙髓的感染 所以大家一定要早晚都要刷牙 另外如果是根管治疗之后又出现症状了 可以用显微跟肩手术来治疗 听说这个成功率比以前的手术高对吗 对 显微跟肩手术的话主要是应用在 可能我们已经非手术性的根管治疗 效果不张或是说这个病患本身 它并不太适合做一般的传统的根管治疗 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选择显微跟肩手术 那跟原本的跟肩手术差异在于 我们使用显微镜就是刚刚提到的 放大倍率很高的一个器械 再搭配很强的照明 还可以搭配显微镜专用的一些手术的 超音波器械 让我们治疗的成功率提高 那又可以不用拔牙 那什么是传统跟肩手术 传统跟肩手术 其实它是以前比较早的跟肩手术 它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牙科显微镜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在实行跟肩手术 但是因为那时候的器械比较不进步 所以它的成功率 并没有办法像现在的显微跟肩手术这么高 它丰田材料跟现在也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你刚刚有提到说 有些人是不能做这种手术的 有些人是应该是说 有些人他当他不适合做一般的根管治疗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进行跟肩手术的部分 例如说他的牙套上面很密合 他可能不想要做 把牙套拆掉重新做根管治疗 或者说他不希望来这么多的疗程时间 他希望可以比较快速的解决 那在合适的评估之后 我们其实可以以根肩手术的方式来做处理 根肩跟传统的根管治疗 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的吗 因为听起来好像就是 感觉啦 我自己个人感觉 好像传统的根管治疗 会比较完整的把它清除干净 如果说状况允许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会先进行 就是例如说相显微根管治疗 那先清洁根管里面的部分 那如果说治疗效果 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 我们会再进入到根肩手术的部分 但如果像我刚刚提到有一些病况 他可能上面有很多连在一起的牙桥 他不想把它拆除 那在某些情况允许的状况之下 我们其实是可以直接以根肩手术的方式进行 但是实际的适合哪一个哪样治疗 其实还是需要就是一个蛮完整的评估 传统根肩跟我们新型的显微根肩 他主要是差在哪些部分 主要是差在第一个显微镜的使用 传统根肩手术是没有显微镜的使用 那现在的显微根肩手术是有显微镜的使用 再来是器械的不同 以前比较没有那么多搭配超音波的器械 因为超音波器械其实主要要在显微镜下 才有办法做比较友善就是妥善的运用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根肩手术我们最后会填一个根肩的丰田材料 那这个材料在以前可能是比较常用的是银粉 那现在我们有一些比较新的材料 那些材料对根肩组织也比较不刺激 甚至可以诱导根肩组织的生成 那这些原因都会让就是新的显微根肩手术 比传统的根肩手术它的治疗率大为提升 我每天传统的根管治疗的时候 我们都花好多的时间 刚刚你有提到说如果你不想花这么多时间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选择根肩 是因为根肩时间比较短吗 为什么可以这么短呢 对根肩手术它通常会在一次的疗程之内完成 但是还是要评估看看每一个患者的状况 如果说你今天的牙齿上面已经有很多的发炎啊 蛀牙或者说牙套已经很不密合的状况 其实就不太适合做根肩手术 因为即使根肩手术完 如果说你牙套不密合的状况 或是说有蛀牙的话 细菌还是会再有可能从牙齿的上面 跑进去根肩刺激根肩的组织 像这样的状况就不会很适合直接以根肩手术的方式来做处理 医生为什么我们根肩治疗完之后 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好 没有办法一劳永逸 只有还有可能要做根肩手术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保护我们这个已经根肩治疗的牙齿呢 已经根肩治疗后的牙齿 如果说治疗状况OK 那你牙齿上面的厌腹也OK的话 其实就是要定期的检查 然后每天都要自己做仔细的清洁这样子 那比较常见的状况是可能你牙套过了一段时间 因为没有清洁干净又在蛀掉 或是说你咬到太硬的东西牙齿裂掉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能会造成已经妥善治疗完的根管的牙齿 又再有状况出现 医生我们想问一下 那通常大家对根管治疗 有没有哪些常见的误解呢 我比较想要讲的是就是很多病患在第一次根管治疗 可能效果不如预期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就直接拔掉止牙 反正也不会注牙 就一劳永逸的这样子 但是我比较想要提醒各位的一个概念就是 其实要想我们自己的牙齿在我们的口中 其实都没有办法用一辈子 那止牙其实虽然说现在10年20年的成功率都很好 但是他终究是有他的使用年限 那如果说止牙失败要再次止牙的话 他的困难度跟成功率其实都会大为受到影响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对于医科原本根管治疗效果不好的牙齿 我们透过显微根管治疗 甚至是显微根肩手术 我们多花一点时间跟精力在上面 其实我们就可以延长我们自己牙齿使用的一个年限 那延长自己使用的牙齿的年限 其实就可以延后我们止牙的时间 其实对病患本身来说其实是有更大的帮助 我们都知道就是关于牙齿一定是预防甚至治疗 医生不好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就是 当我们在还不用做根管治疗前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包养我们的牙齿 可能多久洗牙一次多久检查一次 然后怎么样刷牙刷的时间到底是 一早起床刷跟睡前刷就好 还是其实吃晚饭也要刷 然后在根管治疗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再特别的照顾他们呢 那根管在需要根管治疗以前的牙齿 其实我们就是每半年要定期找医师洗牙 然后拍摄影师光片检查 有没有注牙或是说牙齿可能因为咬东西有崩落的现象 那每一天我们其实大家会知道说我们刷牙齿就是三餐饭后即睡前 那如果你说你是本身是一个比较喜欢吃东西 中间都一直吃东西的人的话 那你其实吃完东西就要马上说用牙刷来清洁 那还要搭配牙线或是牙间刷的使用 那根管治疗完之后的牙齿 大部分的情况其实会需要做牙套保护起来 那比较要注意的是除了清洁之外 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再咬太硬的东西 那去避免说牙齿后续有一个断裂的状况发生 那提醒大家一定要定期去看牙医 以免后续之后你要做根管治疗 根管治疗之后呢可能又要做一些更深层的治疗 所以大家要好好保护牙齿哦 非常谢谢医师今天的解说 也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乐回血糖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